一旦中印开战中国必输 为什么说看到是哈佛发出的报告 我们可以放心了 进行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印度真的拥有与我军正面一搏的实力 而不止于再次重蹈覆辙 重现1962年被奏哭的场面 印度人一直喊着 印度已经不再是1962年的印度 但是中国又何曾是1962年的中国 不过近期印度人似乎再次重获信心 将不会重现1962年的失败 环球时报新媒体6月13日报道 近日印度媒体今日印度刊登了一篇报告 这篇报告出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贝尔福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该报告指出 根据当前印度在空中 陆地和高空平台 以中国为目标的部署实力 一旦中印全面开战 印度将不会再次遭受1962年的挫折 所以印度有大把握 据悉该报告是对中国和印度战略力量的位置 和能力进行了全面评估 称印度更具有传统优势 只是哈佛给出的重要证据 在我们看来当真是有点可笑 该报告指出 在常规力量方面 印度在中国边境地区附近地面部队 约为22万5千人 而我军估计有20到23万 在空中能力方面 我军保有大约101架第四代战斗机 而印度的空中战机大约是112架 两枪对比数量不一定比得过我军 战机又没多大优势 那么谁将为印度带来胜利 会是美军吗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该报告称 决定印度优势的主要因素居然是俄罗斯 该研究文件声称 一旦与印度发生战争 为了防范俄罗斯 我军部队中很大一部分将无法使用 并且不仅是地面部队 就连空中战斗机也有一部分 要用来执行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任务 美国人只是认为 中俄之间危急四伏了 美国给出的关键证据 怎么看都是在无有印度人的宋词 要知道 中俄关系近些年持续升温 中俄都在保持着稳定的紧密互助 虽然中俄两国不是没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但是至少在美国消失之前 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并且更可笑的是 该报告表示 由于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不断 印度战斗机的飞行员在实战中 比我军战斗机飞行员更具惊艳 这里就不得不产生一个疑问 印度空军的甩击冠军称号是怎么来的 可千万别阵前来一个坠机表演出信 其实当我们看到中国毕书 是哈佛发出的报告时 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因为就算印度不再是1962年的印度 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 哈佛也不再是曾经被公认为 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 及研究机构之一 近期哈佛大学的论文报告 就像是三流八卦小报一样 开局一张图 内容全靠编了